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朝鮮人對上越南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超級隨機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黃邦選擇的是朝鮮 朝鮮的最大特色呢 是他的村民的視野特別遠之外呢 村民採集石頭的時候 速度也是比較快一點的 那他的工兵科技呢 的工兵鎧甲也是免費給的 那木頭的部分呢 也是消耗比較少的一個文明 那在這次的小改版裡面 他的軍事木頭截免 截免的非常多 我記得是陸地單位軍事全部都是-50% 那戰艦是-20% 但是他的這個馬戰車 造價又變了過了一點點 但是跟以前的 折扣的造價是差不多的 所以朝鮮人實質這次的改版 是出垃圾兵跟擊兵的時候 這個木頭截免消耗會更多一點 有點算是小小的buff 那他的後期打法呢 比較適合插這個大型劍塔 再配上他的銀罐 這個一層技術 打這個陣地戰 然後再配上馬戰車啊 還有一些投車的一個 搭配打法 然後配上一些 槍兵啊 去做防守 會比較適合朝鮮人 當然朝鮮人也是可以打強弩路線的 但是我覺得 打起來會有點 沒有那麼有殺傷力喔 跟一般的工兵骨玩起來 所以朝鮮人的打法算是比較特別一點 不能只用單純的工兵戰術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對手 藍方 那藍方呢是越南人 越南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這個藤甲弓箭手 攻擊力非常高 遠方也很高 那他的村民呢 是沒有太多特殊能力的 經濟加成來說的話 他的 經濟科技升級喔 木頭的減免部分是免費的 所以他攀一些經濟科技的時候 是比較快速一點 只需要漏而已 那這次小改版呢 越南人也有加強 可以增加他這個 經濟研發速度 100% 就等於是 兩倍研發速度 所以他 算是補強了一些經濟加成 因為我們之前頻道也一直在講 越南人他這個文明 最大的問題就是玩什麼都不強 然後就是中規中矩 沒有到特別 誇張厲害的感覺 那這次有小小補證了 補證了一下他的經濟加速這件事情 算是一個不錯的改版吧 因為縮短幾秒的話 確實可以讓經濟再加強一些 會讓玩家們 玩越南人更意識到 經濟的重要性 那 越南人的後期 是比較適合打這個 大象 這個紫幣技術 然後配 大象的 血量加100滴血的效果 大象可以到420滴血 那步兵跟騎兵路線會稍微弱一些些 是因為他們有3級攻 所以互打情況下 是很容易打輸的 那越南人還是比較適合打 帝王戰毛兵 強奴 還有這個馬攻路線 那馬攻的話 後期可以到92滴血 比突爾其實少了8滴血而已 所以越南人的馬攻路線 其實也是可以打的 那越南人的打法還是那句話 就是中規中矩 不會太強 不會太弱 那我覺得藤甲攻擊手 算是比較好用的單位 但是很可惜喔 他這個藤甲攻擊手 是沒辦法吃到射箭場的血量加成 所以藤甲攻擊手雖然遠防高 但是血量並不是很多 跟他的這個射箭場單位比起來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那這個超級隨機呢 是金礦呢 是在前方 石頭在左邊 那 野金的部分是在右邊 那這裡還有石頭啊 下面有黃金 其實分布來說算是蠻多黃金 而且都是很明確喔 在自己的 這個挖地裡 那這邊像是上坡一樣 有這個高地可以用 但跟那個上坡地圖不太一樣 是旁邊沒有路 也沒有這些礦產資源 只有少量的木頭 那後期呢 可能這些木頭也算是一個救命木吧 但要到非常後期 因為這邊的木頭也算是 蠻重要的 可以吃蠻久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稍微加速一下下 那這張地圖看起來有點像是那個 圍城 還是要塞 應該是圍城吧 那一卡都是木牆的 那木牆的話 打法的話可以像是打競技場一樣 前期打這個塔攻其實是不錯的 那朝鮮人就蠻適合 前期打塔攻的 因為他挖石速度很快 挖石頭的村民只要兩個或三個 就可以支持自己塔攻的這個節奏 如果再更快一點的話 那四個人的話 也可以一直插靈環塔也沒有問題 好那朝鮮打的戰術是 3棒棒開局出門 是要來打裝甲塔嗎 如果是要打裝甲塔要出門了喔 要出門了OK 哇看到了 5個人剛好出門 那 裝甲塔有個細角 你可以拉4到5個人 那我會推薦4個人 5個人的話其實拉的蠻多的 那5個人的好處呢 是蓋的比較快一點 出去壓制 對手的能力會比較好一些些 4個人的優點呢 是經濟會再好一點點 而且4個人的話 也可以把劍塔的傷害用到最大 但是蓋的速度會比5個人慢一點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好 朝鮮人打了塔攻 那第一個塔攻是插在城門附近的位置 那他應該是有看到這邊是有 黃金的關係 可能是視野不夠 看不到這裡有黃金跟石頭 如果他這邊有看到黃金的話 應該是往這邊插才對的 那他這邊覺得插這個地方的好處是可以 直接控這兩個金塊 確實是 以在他的視野來說是比較好的選擇 好那塔攻有個細節 就是 你要決定你要用連環塔 還是非連環塔這件事 連環塔的好處就是 如果對方拉村民去打你的 前方劍塔的時候 你後面村民直接收村 收到後方的瞭望塔 就可以直接 把後面的瞭望塔 一直輸出在前方的 拆前面劍塔的村民了 血量 這裡下了一個哨戰 想騙對手 自己是在蓋劍塔 結果哨戰蓋下去 最後才發現 你蓋的原來是哨戰 這隻石頭跑進去跟這隻手打了一下 這裡補下 第二根劍塔 但發現這根劍塔蓋了也沒什麼意義 就算打過來後面還有10強 決定放棄 那這邊裝甲 過去可能可以直接拆掉 因為後面 TC射不到 果然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邊要重新再插一根劍塔 這邊是插的是哨戰 不是劍塔 拉的村民想要來拆發現是哨戰 被騙了 這邊工兵中出來 工兵出來之後 裝甲步兵就會被射爆 直接被送光 這邊5隻村民有點危險喔 小光已經出來了 還要硬蓋 這樣就不太OK 這邊工兵稍微反制一下 工兵直接暴打一波 後面村民也在堆擠 殺了一村 兩村 三村 哇 殺了三村啊 當然自己的工兵死完了 有點尷尬 有一村想要到後面 但是後面已經被堵死 黃色的村民已經離不開這了 刺頭想要來救也沒辦法 裡面只剩下一隻村民 好這邊嘗試為死裡面的單位 哇尷尬啊 這個村民可能會被射死 出不來啦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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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這邊直接反僵硬居 黃色直接把藍色的村民為死 就變成3比4 變成草寫人只死了4村 然後藍方是死了三村 這只剩下一村在這裡而已啦 那前方這邊又拉了一些村民來蓋劍塔 但工兵這時候已經來了 這邊拉更多村民 但是兩邊互打 看起來又鎖住了 朝鮮這邊防守其實 打得還不錯 不是朝鮮 越南這邊防守打得還不錯 這跟劍塔很即死喔 看到就直接拉村民直接硬拆喔 然後還拉工兵來射村民 這個判斷是相當正確的 好 越南人這邊守得非常漂亮 該防都有防盜 雖然這根劍塔沒有拔掉稍微可惜了一點點 但至少很接近阻止對方入侵 時代也是稍微一點領先 這個就是一個不錯的結果 這邊朝鮮繼續挖石頭 把村民補到6個人 看來這邊是想要打城堡 寶兵 馬戰車路線了 這邊再稍微加速一下下 弓兵血量現在36滴血 這到了奴兵的血量好像42滴吧 還是這是帝王戰嗎 大家來看一下 升到城堡時代的奴兵血量應該會再多一些些 這邊剩下最後的村民被抓掉 兩根劍塔待會有空再來拆就可以了 升到城堡時代的越南人 點下了弓兵二級射 TC還沒有開 決定要來打的地方是這邊的正門 升好弓兵之後血量來到了42滴血 果然是弓兵42滴 那42滴血的好處就是 投石車一發是打不倒的 越南人可以利用血量流手 去秀對方的投石車 這邊抓到蓋 城鎮中心的村民 可能要死個幾村喔 3 3 4 炸四村 看來沒救趕快跑 四村射死之後可以射到第五村嗎 黃色這邊直接爆炸 損失了非常多的村民 但是好消息是朝鮮的 馬戰車已經蓋好了 馬戰車這個單位是不需要點救贖思想就可以直接用生女招降單位喔 那剛好這場文明對決喔 是兩邊都沒有救贖思想的 所以 要招對方投石車是沒有辦法做得到的 但是馬戰車是可以直接招的就還可以 那馬戰車也要特別之處就是他血量多 然後遠防也高 其實蠻適合反制對方的工兵單位的 那當然數量一多起來的時候 馬戰車也是可以打騎士的 但是攻速依舊是慢了一些些的 跟遊俠打起來的話 馬戰車正面硬打可能還是會打輸遊俠的 這是需要注意一點的 好那越南人把TC一直往外開 上面還蓋一個城堡 我覺得他這個有點太大膽了 居然把城鎮中心蓋在這個位置 哇結果直接被韓國抓包 這邊就要有城鎮中心 他這邊就會很麻煩 不能好好挖木頭 資源分配要稍微調配一下 升到城堡時代的朝鮮人 箭塔也變成防禦箭塔 朝鮮人最方便的地方就是箭塔可以免費升級 打塔供算是蠻即時的一個做法 好 降到馬戰車之後下了一個修道院 要來撿生物順便來召對方馬戰車 稍微克制一下對手 那馬戰車也是很害怕戰毛兵的 所以越南人這邊補下戰毛兵的升級 但打的卻是騰甲工兵 有趣了這個 這邊農田不能傻直接跑過來繼續伐木 這邊想要上高地打村民 下方的工兵繼續被追逐 撐甲工兵在城堡裡面蓄了大概6隻左右 好 繼續股帶出 朝鮮人這邊經濟慢慢好起來 雖然剛被殺很多村 但是雙TC也是在農 但是目前經濟是由越南人這邊領先的 56村對42村 村民差距14村 非常多 有前期殺太多村民啊 越南人這邊反殺打得非常漂亮 好 這根劍塔可能會被射掉 如果不修的話就會白給 等下越南人可能要去修一下劍塔比較好 朝鮮人 馬戰車看到僧侶 直接上去硬碟 僧侶來不及 招到嗎 有招到耶 哇 招到一台馬戰車 然後還反殺了一台 直接換掉兩台 還不錯 這幾公兵是有下操作 對方馬戰車打不太到 而且現在是高打第一傷還不錯 雖然看起來有點抓癢 但其實受傷的程度還是蠻大的 好 朝鮮人這邊就去使用自己的城堡塔弓 插了一根城堡在左邊的TC這邊 這邊可能要撤走了 朝鮮想要把自己的石頭給拿回來 最近石頭對朝鮮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資源 他這個決定算是蠻正確的 但這邊再插一根城堡 就意味著他的房 經濟是比較差一點點的 對手現在已經知道這個訊息 直接挖出兩棟城堡 現在經濟是相當落後 那這邊直接一個大前席 也是落後的一些就是 這邊太多村民 16村再動 16村的移動 都完全沒辦法採資源 選擇從左 牽到右邊去嗎 牽到右邊之前 在中間再蓋一棟城堡 現在來一個 正面全境封鎖 越南人這時候點下了工兵的護甲 還有自己的彈道學 老頭也是繼續出 戰毛兵可能還要繼續按 戰毛兵打馬戰車傷害是蠻高的 所以朝鮮可能要注意一點 對方戰毛兵太多 硬打不是個好結果 勝率還是出來可以硬招 這裡拉血量比較多的馬戰車 去打生鯉 差一點招到 沒有生鯉之後馬戰車直接回頭開打 輕鬆收掉這一波的反擊 下方的朝鮮人 家裡有被入侵了 第二波入侵 越南人這邊可以打出更多傷害嗎 有彈道學好準 又殺到一些村民 現在是18殺對7殺 朝鮮這邊沒有殺到太多村民 沒有彈道學打得很歪啊 這個馬戰車 走進來看到他家裡一片狼藉 他應該意識到了 他家裡很空虛啊 要往左邊打才行 但是馬戰車來了 團甲攻堅守的防御率遠防是4 再加上異防的加成 現在是5防 馬戰車互打起來 我覺得打起來馬戰車可能還是有優勢一點點 數量夠多的情況下 馬戰車還是有體質上的優勢了 成甲攻堅可能還是要利用地形 去反擊會比較好 馬戰車直接硬扛 上高地反擊 開始有點傷害 但是沒有擊破同一隻 打得有點慢 一換一 馬戰車數量還是有點少 因為馬戰車太貴了 成甲攻堅相當便宜 數量又多 這就是成甲攻堅的優點 直接開射 應該可以再射掉一台馬戰車 可以 但成甲攻堅的數量已經削減掉非常多了 這兩台馬戰車要不要拉走 去給勝率補血一下呢 這邊單位互打 直接中TC 殘血的拉走 還不錯 馬戰車直接走到城堡旁邊的位置 直接走過城堡 血量扣了一些 這邊想要再蓋 伐木場 把馬戰車直接往下 想要開搞這邊的伐木區 這毛兵跟生女大隊走過來 這邊要不要收村一下 哇靠這裡太多村民 沒有地方可以逃了 怎麼辦 怎麼辦 好家裡的藤甲攻兵中解乾淨了 保險人終於可以喘口氣 但是村民樹已經落後20村了 越來越多 左邊又開始開啟塔攻路線 這次拉的村民是六村 想要控制這些 礦產資源 目前村民差距依舊是20村 正面朝鮮 這波打進去又被逼了回來 但這一波應該可以繼續打 反正這裡有防禦箭塔 原來這邊現在有點不知道該如何試行 我覺得繼續出戰毛兵就可以了 其實不太需要出其他兵種 當然藤甲攻兵也可以混著出 就慢慢出也可以 但主要出戰毛也是ok的 反正現在 朝鮮人是沒有出騎士的 或是透視車 現在只要一直瘋狂的去按戰毛兵跟藤甲攻兵 就ok了 好越南人這時候補下帝王時代 時代算是蠻早的 右邊來了一坨戰車 開了進來 哇這個是直接64嗎 直接開到城鎮中心裡 太狠了 完全不顧人民 太狠了 戰車開了起來 就11台戰車 馬戰車OP 直接TC 城鎮中心可以開射 哇 射爆一大堆的村民 哇這村民死傷慘重 村民速度稍微拉近了一點點 62吋打氣3吋 馬戰車 吃到太多的TC傷害 還是會扣血了 雖然怎麼射都是1滴 因為城鎮中心的傷害只有5滴血 5加7啦 加5加2 所以是7滴血 原家了 一些傷害 看一下 是多打2滴啊 不是只有1滴 差1滴差1滴 好馬戰車直接往上開 這邊 上開之後 要再往這裡面打 其實沒有太大意義喔 但是朝鮮現在不是上帝四角的關係 所以他還是有可能往裡面走 裡面走的話就只能打農田部分 那左邊這邊劍塔也是稍微被擋下來了 並沒有再繼續聲插進去了 好朝鮮這邊下方就去突進 這邊補了一根防禦劍塔 那地龍斯坦已經快要好的 越南這邊 大會出境投司機 甚至在把自己的 戰錨兵稱為帝王戰錨 然後 朝鮮人會更難受 地龍戰錨攻擊力更高 血量也更多 而且射程好像還多於射程 對戰錨兵來說 實在是超級大幅buff 好這邊有城堡 村民八村只能往後走 這邊可能要辦棄手了 這15村在裡面沒有工作 其實有點傷 這個放在裡面太久了 越南人終於被朝鮮這邊村民反超 這邊稍微抓到對方的馬戰車的地方 直接收到兩台 非常快速 三級色已經好 越南人會打什麼樣的戰術呢 補下第4個TC 聰明終於放出來了 他終於知道裡面太多人沒有在工作 左邊留了還有殘血的馬戰車 去燒到村民 最近投石精好了 兩台開始在拆除這些違建 馬戰車想要硬拆嗎 硬拆可能會付出一些血量代價 還有數量上了 附近沒有戰毛兵可以防守 這是硬拆的好機會 但是要拆的話需要一點時間 冤馬戰車打一下都是一滴血 殺害血並不高 被換掉了一台馬戰車 但聖毛兵精過來 可能換掉一台極限 但是太能扛了 扛不住 聖毛兵精來了 哇一台都沒打掉 自己反而送掉了三台馬戰車 有點虧啊 這時候超限人的 生命處反超20分 85打65 越南這邊想要極力對抗對方的塔攻路線 這邊稍微補了一棟房子 建塔又拆掉了一座 馬戰車剩下12台 補下了化學之後 還要再買賣一波 買一些肉 點帝王戰毛嗎 帝王戰毛這次的價格 好像也是下秀了一些 變得比較便宜一點點 只要三百肉三百木的樣子 還是三百木三百黃金 好三台均勻投資機 直接不管家裡的問題 直接往外開拆 反正我現在有 戰毛兵跟騰巧公兵 你出騎士的話 騰巧公兵可以射爆 戰毛兵可以直接打爆 對方的馬戰車 這一坨最好的解法 就是出工程器 奴炮或投資車 來打這一坨都是很方便 或是火炮都可以 但是 朝鮮這邊 還沒有帝王時代 沒有化學 沒有火炮 所以現在戰時 只能用投車 或是 奴炮去反擊 右邊再次展開了 防守陣線 大型劍塔 重重包圍 越南的 城鎮中心 大量戰毛兵 在這個路線 虎視眈眈 看要不要繼續往前線拆呢 大家這邊很聰明 直接避開了對方的 大軍 投資車這邊可以再撕掉一台 換一下 三隻 橙甲攻兵有點虧 也沒到虧啦 算是小賺吧 如果沒有被打到的話 是超賺 上來巨頭繼續拆城堡 只要把朝鮮城堡全部拆光 基本上就贏一半了 因為朝鮮人喔 再次要比較強的單位喔 就只有 攻兵了 這個戰毛兵啊 跟強弩 朝鮮人 其他的東西用起來會有點綁手綁腳 不管是打步兵啊 騎兵喔 都有點弱 畢竟沒有品種啊 也沒有三級攻喔 這個沒有三級攻影響到步兵 這影響蠻多的喔 還有這個騎兵的 這邊收掉 要投資車 偷偷射一下對方的馬戰車 這車被收掉了一台 達理農田已經開始被收到騷擾 城堡掉了之後這邊直接開採黃金 越南人慢慢把經濟想要躲了回來 開始再輸出對方的 城堡 最後一棟城堡 完蛋啦 朝鮮 朝鮮這邊沒有城堡就沒有馬戰車囉 要不要想一些其他應對方法 那目前我覺得喔 朝鮮繼續打投資車的策略也是不錯的 畢竟他的金冠喔 也可以增加投資車的射程 好但是打投資車的話 升級需要大量肉 Snowdeon時代之後也要升級 青頭部分要兩發才能達到 不然就是按更多的青頭來打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這邊TC一爆 村民只能到處端 哇被射殺幾隻 戰寶兵集火村民還是有傷害的 好那戰車這邊一直沒辦法好好的 塗入越南這邊的經濟地帶喔 好但這邊這根 建塔插起來殺到一些村民 其實還是有搞到一些些的 希望這邊也是喔 稍微重重包圍了一下 好這一波換家越南人打得其實還不錯 但這邊越南人村民又被抓到有點可惜 經濟來說兩邊看起來是差不多慘的 那越南這邊是稍微 跑上一點點的感覺喔 畢竟TC這邊已經不能再種田了 越南這邊家裡還可以種 好這毛兵看到馬戰車直接反擊 參加國兵又抓到了一些村民 越南人村民 數66村對上朝鮮人這邊70村 朝鮮人也是很慘 兩邊的是超級互相傷害 最後朝鮮這邊打出了GG 兩邊分數其實很相近 而且甚至越南人這邊還是落後的 確實是打出了GG 那馬戰車這個戰術最大問題喔 就是需要大量城堡 沒有城堡之後馬戰車 就不能繼續敘述量喔 就很容易打輸喔 那朝鮮人如果要打戰毛兵的話 也是會輸給越南人喔 打這個強怒也是喔 也不是打不太贏 所以朝鮮人 亦沒有城堡之後 只能出投石車了 去做反制 但是靠 投車是沒有辦法的 畢竟人家還有騰甲攻擊手跟戰毛兵 只出清騎兵跟騎士喔 還是會有點棘手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部分是由越南人這邊拿下了非常多的經濟勝利喔 石頭碎亂輸了很多 但也是很正常 因為朝鮮人本來就有挖石頭加成 而且挖石頭村民也是偏多喔 呃 游肯喔 看起來朝鮮人是挖太多石頭導致自己經濟有點 爆炸 木頭跟食物加總起啊 快要少了對方快要5000多的 資源喔 那石頭這邊的話雖然是只有贏了大概2400吧 那看起來這2000是也沒有幫助到朝鮮喔 爆出大量馬丹車的這個能力喔 而且馬丹車造出還是要基本資源喔 這個木材跟黃金 但是朝鮮人沒有辦法把自己經濟搞好 只能打出了GG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很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